好 我們說中美啊 現在很多領域呢 都收到了拐點到了 尤其最近中國大陸的大飛機呢 C919受到很大的一個關注 相反的波音好慘啦 接連有一些事情發生 結果呢你看到737 MAX 對中國大陸交付的客機的計畫呢 又再次被延期了 然後呢現在就是有外媒說 中國一家航空公司正在計畫 對這些還沒有交付的波音飛機呢 進行更多的安檢 當然啊 你天天出問題 我當然安全很重要啊 對 事實上波音737 MAX 美國的航空總署已經要它全副停 全速停飛了 中國大陸是不是有全速停飛 我還不確定啦 不過那正在交付 尚未交付的機器 還沒交付 交付的機器 那中國大陸航空希望它 能夠延期交付 要有一個更好的一個說法嘛 對啊 這安全的保證 這是很合理的啊 因為你這個飛機出的事情 太離譜了 對 對不對 你過去這兩起 一個在Ethropia 一個在這個 在這個好像是 緬甸吧 還哪裡 就是說這兩起的空難 你都沒有一個安全的交代啊 那你只用政治力量 一直要美國政府逼迫其他使用這個 737 MAX國家 儘快給它試航證 人家給了以後 你看它自己的飛機 又有問題啊 還不是其他外國的航空 對啊 是你自己阿拉斯加的飛機 阿拉斯加航空飛機 離譜到飛到天空中 你的一個好備用的一個 所謂緊急艙門 你居然在空中這樣爆掉飛出去了 然後找到以後 發覺螺絲釘沒有了 對啊 艙門還跑完整 那可然就是你酸的問題嘛 那這種很低級的這種技術上的問題啊 出資濫造問題 居然發生在這麼 這麼重要的一個航空公司裡面 當然C919 這個MAX 737 MAX 它的相對機型就是C919 因為它大概是4500公里之內的 中短程的載體的客艙 那當然 從某種角度來看的話 那任何航空公司從安全考量 都會捨 MAX 737 MAX 取這個C919 那這怪誰呢 怪你美國自己的這個 波音公司不爭氣啊 所以我覺得 不但很多國家 國家應該對這個 波音737 MAX 不但是要求它 延後延復交貨 應該要現有的飛機啊 應該全面維修 對啊 然後全面停飛 像美國自己對它自己的 波音的做法一樣 對 的確啊 你沒有安全的話誰敢做呢 那相反的 C919現在呢 現在大家用過之後 或搭過之後都覺得 品質不錯 而且它也即將到 新加坡參加航展去了 那另外呢 現在中國大陸有些人會擔心 但是西方有點唱衰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不用擔心啦 那最新的消息說 中國大陸2023年 全國人口14億967萬人 比2022年大概又少了 208萬人 大概是兩年都是負成長的 然後呢 但是有些專家說 今年是龍年啊 我們傳統上來講的話 今年可能會有助於人口緩解 但是呢 我們不但強調說 人口啊就算少了 不過重點是你怎麼讓人呢 人才 這個人才能夠發揮 才是比較重要的 對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中國大陸過去 一直都來說明就是說 中國雖然是個大國 地大物博 可是跟人口數一 秦均下來 各種資源都是比較欠缺的 對 因為你的人口基數太大了嘛 那美國這麼大國家 跟中國大陸差不多國家 人口不到四億啊 所以你倒看它的中西部 一望無際啊 對不對 走到哪裡 它都老百姓都享受什麼 廣大的空間 然後住的都是大房子 然後呢 相對的事情 它因為人口少 它就增強什麼 增加人的生產力 然後增加這些 機械代替 所以它就在科技 增加效率這個角度 花了很多功夫 對啊 那中國雖然說 人口多 中國的人口數字也高 不過你人口基本上 它的生產力來講的話 事實上跟美國 還有歐洲國家來比 還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應該把這個 人均的生產力提高 當作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 而不是把整體人的 人的數目 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努力方向 只有印度在那邊吹噓 自己人口大國啊 對啊 人多好辦事是沒錯 可是 是人才 人才紅利 人才紅利 可是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少了兩百多萬嘛 一年少了兩百零萬 也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數字 那中國大陸我知道 公務機構的退休年齡是60歲啦 那台灣是65歲 那事實上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龐大的人口 他提早離開的工作隊伍 那是不是影響整個經濟 這個值得通盤來檢討 不過我覺得要恢復 中國人口出生率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看世界各國例子 你的平均的所得升高 生活改善以後啊 那麼醫療衛生改善以後啊 自然你的人口出生率 就在不斤往下降 台灣降成這樣 對 不斤往下降 而且你知道 我們這儒家文明圈 都給這個下一代 比較大的一些 是用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壓力 也造成很多這些年輕一代 他一看到 這小孩的補習費啊 哇這個培養費啊 這個都望而卻步 這些在西方國家是比較沒有的 可是在這個儒家文化圈都一樣 台灣有這個現象 大陸也有這個現象 然後呢 這個韓國現象更嚴重 所以這些父母的承受 比較大壓力 這些問題沒有解決之前 我覺得你要 基本上想要這個 小孩子人口出生數會增加 這是比較困難的 那到底人口紅利 對中國這樣子的 一個國家來講 到底是長起來是好還是壞 我覺得這應該開放辯論 開放辯論 不過中國已經有14億 14億5000 我每次覺得就是說 中國是一個錦繡河山 可是你每到了什麼什麼 十一長假的時候 那錦繡河山 看不到錦繡河山 看到都是人頭鑽動 那這個情況的話 是不是還要它持續 還是讓就是說中國的人口 在某種程度上 能夠繼續往下降 我們可以看到 有看過很多歷史協學家 曾經研究過 在過去中國常常是 一治一亂一治一亂 這跟亂之間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人口的快速成長 造成這個土地 能夠養活人口的 自己也不夠了 不夠了 所以中國常常到 三四億四五億 那個整個國家就往下 這個國力就往下走 然後就發生了很多內亂 當然這些年來 因為科技的進展 那麼土地的生產力 或者技術的提升 那麼可能中國這塊土地 能夠養活的人口 變成了十四五億 十五六億 還可以養活更多人 可是呢 到底要不要這麼多人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中國大陸在建政之初 我們曾有一個 有一位先生到現在 可能年輕人 叫馬影初 馬影初是個經濟學家 他當時在就是說 中國大陸建政的時候 要希望人盡量的多 中國大陸可能是五六億吧 希望人家 結果他那個時候 馬影初就說這個不行 他反對人口這樣子 快速增長 中國土地養不起這麼多人 結果馬影初就受到了很大的批評 所以我們要看看 馬影初現象 事實上今天中國大陸 是不是還有馬影初 看很多事情 可能要看得比較遠 對 你就可以規避一些 你未來可能會當時 失慮不足造成的問題 對 所以人口問題 我還是比較堅持 我認為中國人口 已經夠多了 對啦 我們其實我研究 中國大陸人口這個事情 也是有一些研究 中國大陸的人口 儘管你說 這個是負成長 沒錯 但是14億又967萬人 你把它好好發揮 它的長數 就已經是世界第一名了 你李公主的人 一年有多少人 這些財經專家多少人 你把它變成精英的話 也可以世界上第一名了 好好發揮這個14億的人 讓他發揮作用更重要 好 另外呢 暢衰是沒有辦法的 另外還有看到 暢衰中國大陸經濟 但是告訴你 2023年就是 李強說來到了5.2 世界很強了吧 然後他也提到說 要加強國際的分工 另外再來看到 但是NF的總裁說 中國大陸要進行 結構性的改革 不然你今年 GDP會破四 但是呢 世界銀行就告訴你了 今年美國經濟只有1.6 中國大陸還有4.5 那德國呢 更別說是2023年 最差的大型經濟體 竟然萎縮0.3% 我覺得就是 叫喬寨娃他幾遍說 要結構改革 事實上是沒有錯 大陸也在做 大陸 他提到的一點 是這個房地產 房地產 大陸很積極在做 對 我覺得房地產的問題 就強調 就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已經在政策上 已經做了很多的調整 有些地方聽說的 效果是還不錯 對 那我總是認為 房地產有一個 基本的一個要件 就是你老百姓 要有足夠的儲蓄 他才願意把這個銀行裡面 錢拿出來消費 那中國大陸的儲蓄率還是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所以老百姓是有錢 那你政府要不要用政策 把這個錢吹出來 對 那我認為這個政策空間 還是很大 只是中國大陸 可能有他一個政策的考量 就是說 我要不要把這麼多錢 再重新拖回到這個房地產 那中國大陸未來這個經濟 除了這個房地產之外 那我覺得地方債的問題 並不是那麼嚴重 因為喬治愛華他有講 怎麼減輕地方債 事實上我看大陸這個放債 是非常非常的謹慎 因為刺激情形大陸放了一兆人民幣出來 基本上是指定水利工程的 這個所謂的對於過去自然沾害 在水利方面的維修 所以它在基礎建設 而不是像當時這個 國際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時候 大陸也是大水漫灌 然後錢到處流竄這樣 這個大陸我覺得是記取的教訓 那不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陸的地方債的問題 不會這麼嚴重 那對於這個各個地方的房市的泡沫 我覺得大陸還在整治期間 那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變數 也就是李強會率了10個內閣國員 去Doubles 其實他就鼓吹 大家還是要走開放 市場然後這樣 國際分工 然後全球化的角度 它是大分乎 為什麼呢 因為不只是 全世界各國的經濟會受影響 中國經濟有受影響 就是全球的需求的 這個需求的不景氣 對 那各個重要市場 重要的消費市場 它本身採購力不足 那它還採取很多抑制的措施的話 那等於說雪上加霜 比如說美國 還是採取這種人為干預 把市場機制拋到一邊 自由貿易不斷的在美國 被禁 那歐洲的問題也很嚴重 歐洲也得跟著美國走 到處還找用經濟制裁 到處還在想要打壓 其他的經濟體的 這個都是不利整體的發展 所以中國大陸必須要源頭管制的話 就是 還是要希望全球的經濟的活力 那麼各個重要市場採購力能夠還維持人 這樣中國經濟也水漲船高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未來台灣中國經濟的話 兩大變數 其中內部的話 當然還是看房地產 怎麼樣恢復消費者的信心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中國大陸也在對全球的整體需求 他希望能夠怎麼樣 採取一個刺激提振的一個做法 那自己本身的繼續開放 是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他這個路都是走的 所以整個今年2024的經濟 我覺得中國大陸 一半操之在即 一半沉之於人 另外一半就是看 美國跟歐洲的經濟 他自己是不是能夠 繼續走開放成長 然後自由貿易的這條路 對啊如果說其他世界經濟體都不好 那中國大陸當然經濟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另外再來看到暢衰 但是中美的科技上的這一塊 來看到的是 蘋果現在竟然說我大降價了 因為在中國大陸官網大降價 有些產品甚至還省到800元人民幣 i15還省了大概是500元人民幣 是為了贏新春的優惠 當然就是賣不動了 現在呢 現在蘋果說把很多重 就是瞩目焦點都放在這個地方 叫Vision Pro 然後呢就邀請很多的部落客 來進行體驗我們 我們重磅的這個產品 結果試戴者這個女生說 我戴他之後後面這個袋子 一開始覺得很舒服 但是15分鐘之後 我就感受到壓力 而且很疼痛 另外這個試戴者說 感覺到你戴上他之後 你就會破壞我的髮型 那這些女生們 長髮的人就覺得說 好像會很不舒服這樣子 所以蘋果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產品不是一個 很有吸引力的產品 這個Vision Pro他賣3,499 3,499 這是高價的產品 美金 我講是美金 這種裝置其實他並沒有那麼複雜的 對 他沒有那麼複雜 我覺得他又是一個想要 謀取暴力的一個產品 可是相對的話 這個華為的聽說今年會出來 只有他三分之一的價格 對 然後這個Meta的也比他便宜很多 對 那他的產品得不到顧客的青睞跟滿足 這已經變成一個 一個常態了 常態了 就跟他的這個Apple 15 15一出來以後 批評大於讚美 對啊 問題一大堆 然後呢 也沒有這個所謂的隔代感 一點新意都沒有 那這個Vision Pro的話 現在還出來以後 就消費者的反應這麼差 他還沒出來 他體驗那也都是負評 所以問題就變成 他的問題是他的產品的問題 任何一個公司 如果是產品得不到消費者青睞 那就誰也救不了他了 只有他能救他自己 那所以今天蘋果在 在中國的這個銷售 跌了30% 對 主要原因是他的 Apple 15 15的產品不受大家的青睞 另外他的整個的策略上 也有問題就變成 他要從中國大陸 他的生產基地 往中國大陸以外撤 去印度嘛 去印度 雖然這個蘋果的這個CEO 庫克到了中國大陸 說我還是95%在中國生產 我覺得在蘋果在中國 所以被中國的消費者 這樣子沒有什麼保留的接受 很主要因為他都在中國生產 所以他跟中國大陸 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對 中國的這個消費者 不會對他產生一種 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你現在庫克要把 生產線往外撤的話 那中國大陸的消費者說 你又不是中國製的 我為什麼要買 而且說實話 本來你的性價比 就已經被這些華為 小米 Vivo OPPO都已經 不斷的趕上來了 你也沒有新的技術突破 你的使用者也沒有感覺到 有什麼額外的紅利的感覺的話 那為什麼要對你的產品 要表達忠誠呢 所以你蘋果對中國 這個市場都不忠誠了 中國的客戶 為什麼要對蘋果忠誠呢 對 那將來還有很有可能 很多人會買到說 印度製造的Apple手機 我覺得這是Apple 對整個決策層 最最最最沒有用腦的一個決策 你中國的Apple的手機 你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以穩定的品質 以非常非常好的這個做工 所打出來的聲譽 印度有這個條件嗎 沒有 你光要做這種轉變 你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挑戰 請問在中國生產手機的成本 在比在印度高嗎 顯然不是嘛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政治性的決定 而且是屈從美國政府 你忘記你是一個 全球化的公司 你應該跨國界 你應該跨文化 你應該不要有政治選擇 可是蘋果走錯路 當然他可能身不由己 處於美國這個強權國家 對於這個大企業 用這種政治壓迫 讓他就範的這種國家 他沒有 可是他也應該要 從他自己本身的產品 跟對他的消費者的 一種交代的角度上 來處理重大問題 他都沒有做 所以我覺得 本來就沒有 沒有永遠的鐵打的江山 那政治都是如此 產品 很多公司 我們今年看到了 Sharp已經關門了 對 還有這個Mitsubishi 宗姿 還有夏世 都已經夏世 你蘋果不要以為 鐵打的江山 OK 不要以為任何都是永遠的 今年你有什麼新產品嗎 你拿出什麼新產品嗎 我們過去看你Apple Watch不錯 我們就 可是幾年以後 別人的產品都看上來 你那個iPad出來又如何 對不對 沒有新的東西 缺乏創意 缺乏創新的話 我覺得在一個 瞬息萬變的市場裡面 他慢慢被邊緣化 這個 只能怪他自己 對啊 他會被邊緣化 也是代表你品質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Vision Pro都還沒賣了 就有人說負評了 那更別說 你之前 這個美國有些政府 就打壓中國大陸的華為 鴻蒙系統 就現在鴻蒙 現在是位居第三名 安卓第一 第二名是iOS 不過 來看到Tech Insights說 在今年的時候 蘋果iOS 在中國大陸部分 就會被鴻蒙系統給 趕超了 更別說1月18號的時候 純血鴻蒙真的要降臨了 那純血鴻蒙他可以讓手機 記事本 汽車 全部都萬物互聯了 然後呢 華為官宣說 我們在1月8號 會在北京上海這些城市 舉辦召開大會 對我想這個 其實鴻蒙系統 他也是一半也是被迫 一定要講 一定要盡快的把它 純血化 那加速他的市占率 加速他的這個 這個顧客對他的認識 你知道華為原來也是用這個 用安卓系統 安卓把華為踢出來 那你能怪誰呢 你強的時候 你如果把你踢出來 你就自己 你就自身自滅了 沒想到華為的自身能力 自己的研發能力 早就準備好了 基本上他今天就 推出他的自己的 這個作業系統 鴻蒙 對不對 那這個作業系統 能不能夠成功看 有多少的用戶 還有多少品牌的手機 自己用它這個系統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有 十 中國大陸人口 這是我們覺得人口很重要 還是很重要 這麼十四億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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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量體 那三分之二用的話 就多少 現在已經七億的載體 又在用了 對啊 大家都在用 即將到八億十億了 對啊 那另外我們請問了 就變成就是說 你今天iOS的Android 你有發展新的 在最後的 所謂的中灘載體 你沒有 沒有 對不對 尤其在汽車這一塊 汽車還不見得是電動車 油車也可以用載體 對不對 也變成一個 也變成一個 所謂的作業系統的載體 它通用以後 萬物互聯以後 我一個鴻蒙系統 我可以在汽車上用 我可以在iPad上用 我可以在手機上用 我可以在辦公室的這些 做desk 就是說我這個 電腦上用 那它再把它載體的內容 去多元化 也就是說它跟很多這些 重要的所謂的這種 不管是線上的購物 線上的作業系統 線上的這些 所有的這種 AI 萬物互聯 這種人工智能 它都可以連接的話 那你蘋果怎麼比 那你蘋果沒有嘛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中國大陸 尤其華為已經跑在前面了 我覺得中國市場 攻占下來以後 那隨著就是說 這個整個的中國大陸 未來的這個 汽車市場的開闊 那還有中國大陸 其他的這個 整個的軟體的一個 一個工程掠地的能力的話 那搭配起來 我覺得就變成 純血鴻蒙 就變成一個市場的 必需品 對 那用你的Android 我很多東西用不到 用不到 我很多這些 便利性又不足 那創新性又不足 那你就會看到 這些顧客群 它就會轉向 那Android iOS現在已經慢慢 慢慢往下走了 Android也會遭受到 很大很大的挑戰 所以呢 你開始不讓 華為用你的安卓 現在反而 它會併吞你的市場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肉糖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口 冚詞 快點購健康 感谢观看